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我们产品本身的一个特性 它的一个表面是拉丝的金属 那么它上面有电子刻度还有塑胶 那么拍摄这种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电子刻度上面 它不是发光的 所以说拍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金属的 一个拉丝面的一个表现手法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去拍这种产品 因为我们今天拍摄的是卡尺 所以说它跟它有关的 就是一些测量工业的设计上面 都需要我们的卡尺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背景 我们就找了一些 像那个工业设计上面的一些 有刻度的也需要测量的一些图稿 这样的话作为它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样突出它的一个中心思想 这样的话背景是没有多大的问题的 尽量不要用就是说 跟我们的一个主体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可能会抢套它的一个颜色 之类的一些背景 所以说要跟它接近的 比如说它表达的意思差不多的 比如说它是测量的 那么背景就应该放一些 有关测量的这一块的一些东西 放在画面衬托它的一个主体 在曝光方面 因为我们要拍的是金属 所以说油光纸 油光纸是必须要的 我们这边不用油光线 因为油光线的光线太平了 太油盒太平了 我们就直接用一个标准照 直接用标准照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要打局部 把背景打亮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树光筒 也就是猪嘴 直接打它的背景 那么我想要它的背景光 不规则 也就是看感觉上 就是说像那个一缕一缕光 照上来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这里 就用S子来划了一些口 这样的光线 从我们的一个纸上面 套过来 照到我们的背景上面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一个光线 就感觉上比较立体了 OK 开始我们的一个拍摄 首先我们拍这种产品 一定要穿上手套 这样子的话呢 会避免你的手印 印上去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好奇要修图 我们今天拍的思路 我们只拍我们的一个前半部分 我们只要主体突出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不用把整个拍出来 只要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布光 那么首先我们是要 先把我们的一个产品 擦干净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用过好多次了 所以说它有好多刮花的地方 OK 基本上把该处理的 能看得到的 我们把它处理掉 然后呢 我们放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放 怎么放的问题 大家应该 方法都很多 那么我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直接用个大力夹 把它砸好 然后呢 我们先把它放到 我们的想要的一个场景里面去 好 我们大概先这样放在这里 OK 整理好我们的场景之后 我们开始布光 那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柔光纸了 那么这个柔光纸 大家要注意 不能用很皱那一种 因为皱的话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产品 倒影上面会感觉很脏 所以说柔光纸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种是四五烂的那种柔光纸 它的一个油画的一个效果 更好一点 那么我们就把灯打开 我们开到4.5 我们用的是图立方的闪光灯 4.5 然后呢 我们先把主灯打开 那么主灯打开之后 我们要站在相机的一个角度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拍的话 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光线有没有到位 待会我们把相机 然后呢 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角度里面 那么我们相机 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相机里面 看到我们的光线 有没有在我们的一个位置上 有点偏高 所以说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灯光 再调整一下 往后可以去 退一点点 我们让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影子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像拍这种类型的一个产品 我们一定要看到 从我们的一个产品里面 看到反光 就可以了 OK可以了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下 我们摆好相机位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先拍一张 我们的灯光是4.5 那么4.5的话呢 我这边的话 光圈是先是14 快门125 然后ISO100 摄温我们摄的是5200 我们先试一张 我们看一下有点曝光过度 我们可以把那个光线调到16 光线还是有点 我们这边上面的光线 还是有点曝光过度 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我们的灯光的高度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让它的整个面 受光均匀一点 不会因为某个部分 它的一个反光 使得它的一个 整个产品曝光过度 有点曝光过度 我们调到18 OK我们 我们看到整体的图片的一个曝光值 已经达到我们想要的要求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布我们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光线 我们得到前面的图片之后 我们开始布我们的背景 因为背景看起来有点暗 我们要把背景提亮 那么我们这里用的是束光筒 我们打开灯光 我们开到6.0最大 然后我们先把造型灯泡打开 因为束光筒比较小 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 长时间开着造型灯泡 我们主要把我们的灯光的位置 调合适了 我们就可以关掉造型灯泡 我们大概这个方向可以看到我们的光线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固定好之后 我们就不要去动了 然后我们把造型灯泡关掉就可以了 好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把造型灯打到位之后 把造型灯泡关掉 因为我们这个造型灯泡是无私灯 它的散热非常强大 除非你用的是那种LED灯 灯泡的那种造型灯 要不要的话 这个灯必须要把我们的造型灯泡关掉 它不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散光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再拍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我们相机的位置 尽量不要去动它 因为的话我们这个光线布好了之后 如果是说我们经常去动它的话 它还得重新再布一下光线 所以说我们固定好之后 我们就不要去调相机了 角度尽量不要去调了 那我们去调瞻速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灯开到6.0最大 那么这个灯大概是4.5 这样的话这个光线 比我们背景这个光线弱 所以说我们背景就会比我们前景会亮 所以说我们先试拍一张 OK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我们后面的一个背景的光线 好我们再来一张 好那么我们大概的一个效果已经出来了 如果是说大家懂得方法的话呢 拍摄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还需要后期去修 我们毕竟拍了一张照片之后 不可能是说一步到位 前期就可以拍着很完美的照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 我们的后期的一个修图教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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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